转眼人生多少浮华游四梦 默然回首人生多少繁华烟云均成空 人的一生总是太匆忙 每天才开始迎接着清晨 一眨眼就又走进了黄昏 每季还来不及把所有美好写成文字留在记忆里 转眼一阵风雨就把季节推在时光的围栏外 徒留丝丝遗憾在心中 久久地追忆昔日与当下的不同 慢慢把人生点点的温馨沉淀在岁月中 人生苦短 经年之后回首一切一针一幻一项梦 似乎一切皆朦胧 而在记忆与脑海里一直清晰的是点滴的温暖与感动 偶尔一起脸上会流露出来幸福的笑容 那是一种暖流躺在心中 也是温润岁月明刻下的万子千红 人生一路看过的景 与路过的人各有不同 有些景因为某段情而引起莫名的留恋与伤痛 淡淡的情愫自然缭绕在心中 有些人无论相隔多远或多久 都不会觉得空 因为有一种情愫已经深深镇刻在生命中 谁也不知道一生能拥有多少的春与秋的梦 谁也难料人生风雨突然会携带来是欢是累还是愁 每个人因境遇 困难与挫折的不同 总会练就一份坚强 勇敢 活出自己的与众不同 回首半生如梦 有泪有笑 还有些隐隐的伤痛 原本酸甜苦辣的人生 总会带给人很多的回味与感动 更会带来无尽的遐想与朦胧 也许人生就是一场长的梦 泪与欢笑掺杂在其中 才让人生变得更加的生动 只想挽住一缕春天的风 让它轻轻穿插进文字里 每次阅读的时候 总会有种沐浴春风的舒怀与感动 人生恍惚就是一场梦 那又何必把某人某事深刻在心中 那又何必花费时间与精力 让心深深的痛 其实尽管人生太匆匆 每天活在当下才是最真的梦 不管多少繁华烟云消失在心中 也应该露出最美丽的笑容 欣然去迎接每天的不同 然后慢慢再把所有忧烦释放 枕一连幽梦 追随身旁的风 然行走在季节中 别纠结不值得的人 何事让心在疼痛 人生太匆匆 我们应该珍惜每天的不同 不负今生 不枉岁月 如果我们每天能像小草一样 顽强微笑在风雨中 就会淬炼出来 另一个不同的自我 如果我们能像大海一样的宽容 就不会有任何的纠结在心中 所以 要还原时光一份美好的记忆 就应该记住生活里的那些温暖与感动 把心里的忧烦都腾空 唯有在心田修理重局 才能体验生命的本真 才能不负匆匆人生